酒册新制要告诉大家 包括了像原本酒驾 拒绝酒册累犯认定 从5年延长为10年 而10年内酒驾 或者是拒绝酒册 两次以上等累犯 可公布姓名以及照片 酒驾上路害人害己 每当又发生酒驾肇事致死的案件 总让社会大众气愤不已 交通部表示 社会各界对于酒驾罚则 有急迫性期待 因此加速行政流程 并且提报行政院核定 新的酒驾罚规规定 包含了将加重罚款 拉长累犯年限 公布累犯姓名跟照片 并且同车搭乘者 都将被连带处分 本次修法内容 包括累犯认定延长为10年 必得公布其姓名 照片及违法事实 相关罚款都有提高 驾驶人必须安装酒精锁 以及车主必须吊扣牌照两年 最后宣导酒后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根据交通部 道安会统计 去年酒驾死亡人数 高达318人 不仅较前年增加29人 也是近4年来新高 新制包括原本酒驾 拒绝酒册 累犯认定从5年延长为10年 10年内酒驾 或者是拒绝酒册 两次以上等累犯 可公布姓名 以及照片等等 记者高雄雄预证 财富报道 相比较 顶做 行为 转发